印發生懷面、自發鬼懷面 你都不知道 現在安具名很難的 又要好聽又要有餘意 而寫耳機又不可以到處都是 萬一安錯了 果有麻煩 你們要記得六個禁忌 印發安錯名了 哪六個呢? 首先就沒有安排公這些名字 沒有債沒有債 是一直以來老一輩人教下 起名是要避開祖先的名字 就算是同一個字同音都不行 這個就是古人起名講究的被家偉 如果是農村按字背起名的話 都是每一代每一代不同的 一看名字背就知道是哪一個背份 但是就是不可以跟祖先的名字重裂 一來是為了避免打亂這個背份排序 如果跟祖先同名的話 別人就不知道你是孫的背還是爺的背 二來是因為擾亂背份 就變成了無大無小 對祖先大大的不敬是很大罪的 尤其在以前的那個年代 不單止要尊敬祖先 還要奉為至尊 就連直接稱呼長輩的名字 都被視為是大逆不道 更何況是跟祖先同名 是不是? 如果是皇帝的名字 更加不可以同名 分分鐘會被處死 這個就叫做被過毀了 另外亦都不建議用古聖先賢的名字來起名 有些人可能出於對某位偉人名人那種贖敬 就會特意用先賢的名字來起名 其實這樣不是那麼好的 一來會對傳統不尊重 有冒犯的意思 再加上用別人的名字 用先賢的名字來給自己用 未必是對自己的 如果是傾慕他們的 不如學一下他們的思想 品格 或者將它當成榜樣 更好過直接搬先賢的名字來用 第二個有什麼禁忌? 沒用你不甩掉你那個字 又爛者又爛地 有些人起名時 為了不吵名 特別一點 小人有些 就會用到生辟字來改名 例如三隻牛 笨 四個水就讀萬 四把火就讀易 又或者是用無執天的 日月空的名字 讀照字來改名 之類的生辟字 你不要以為沒有 在歷史上 張太炎他就很喜歡 用生辟字來幫自己的子女起名 什麼張逆 張絕 張榜 張朗 事關他們的父親 張太炎認為 想娶她的女兒 就要懂得完這些字 要有文化才有資格 娶 但問題是 一般人都不懂這些字 說了都未必記得 在膠製方面就有一定的影響 再說 如果在現代用生辟字起名的話 辦證的時候 電腦輸入法都未必打得出 而且從文化角度去說 如果用生辟字來改名的話 其實就會給人有一種 很孤僻零類的感覺 第三個有什麼禁忌 沒有用多音字 沒用多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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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起名就會產生不同的讀法 令到這個名字沒有辦法統一 不單止會影響交際 還會令人不知叫你好 還是不叫你好 叫你的名字 又怕叫錯 叫錯又怕被人笑 這個名字如果沒有被人叫的話 就會失去它的意義 譬如說 這個字有人讀西 有人讀善 這個字有人讀傳 有人讀轉 這個字有人讀朝 有人讀朝 又譬如說 這個字有人讀行 有人讀行 是不是 那個樂字 也都有人讀樂 沒有理由每次要去更正人 很麻煩很累 是不是 如果真的想用多音字 來起名的話 最好就用聯聚成二的方式 來標示讀音 譬如說叫樂 你就可以叫快樂 加樂 樂天 或者是天樂 這些名字 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怎樣讀的了 當然平時我們看到一些多音字的話 其實最好的方式就是按腳定軸成來讀 第四個有什麼禁忌呢 如果起的名字是讀到拗口 這樣不單止讀的人辛苦 就連聽的人都會覺得很辛苦 可能就會導致聽錯、寫錯、記錯 就算是自我介紹的時候 自己都讀得不通暢 這樣就不利於這個名字的傳播了 譬如說一些疊音的字 軟語、語語、平音、因人 這些疊音的字就會覺得很難讀 很拗口 而古人改名字 講究平則悅耳 開閉口音 韻母和聲母是不拗口的 而且姓和名字最好就沒有同音了 這樣聽起來才夠響亮 這樣讀起來才會浪浪上口 譬如說林平之 讀起來就有一種億陽頓錯的感覺 聽起來就比較懸疑 不知道你的名字又夠不夠響亮呢? 第五個禁忌又是什麼呢? 沒有藝透就沒有用了 以前有些地方的風俗 會和弟弟起個賤名、醜名、勒喀名 認為越賤的名字就越好養大 可以令到弟弟消災被禍地說 例如三狗、大蝦、臭蛋、狗蛋之類的賤名 當然這些說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只不過因為以前條件落後才起這些名字 起這些賤名不單止說不會令到弟弟消災解難 反而令到弟弟的心理會有一種自卑感 還有要避免用那些消極的字眼來起名 又或者不要用那些有諧陰不雅的字眼來起名 不是吧就很容易被人起花名 譬如說是真香、周圍娟、楊惠、范子彤、徐定庫、劉定堅這些 弟弟自小被人起花名 自己的心理都會受損 那第六個有什麼禁忌呢 沒有用太大的名字 有眼珠的 哪些啊 天啊、龍鳳啊 那些 總之就是南北大天 女犯法大師 很多為人父母都是想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是不是 但是改名字就不建議用期望太大 或者太誇大的字眼了 比如說天啊、龍啊、鳳啊、大啊、太啊、花啊 這些字眼就不是個個適用了 很多人喜歡改 浩天、無雙、聖天啊、天一啊 這些字眼就要看清看楚了 不是個個適用的 在老一半眼中就認為 這些期望太大的字眼 可能名字的主人就會騙不住 受不住地說我 而且這些太狂妄自大的名字 還會給人有一種目中無物 很難接近反感的感覺 所以說起名也是一門學問來的 也是父母送給子女的第一份禮物 不知道你那邊起名還有什麼講究呢 你的名字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含意呢 留言分享下 我們下一期再見